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16日 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這一節要講一講 繼續跟英女王逝世相關的事情 因為 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國葬就是安排了 在英國時間 9月19日 正式舉行 現在 有大量的 不同的國家的元首 就是獲邀請參加 問題就出現了 現在 就是連一些 就是連一些人權紀錄 劣跡斑斑的國家 這個就叫做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居然也被邀請出席 於是 就是有英國的國會議員寫信 告訴英國政府 根本不應該 邀請相關的國家 出席 英女王的國葬儀式 到底 應不應該這樣做呢 我們這一節嘗試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這節我們在講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各位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繼續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發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繼續 第一時間 跟大家 報導更加多的新聞 做更加多的時事分析 我們也會 不時繼續介紹國際的政治 繼續跟大家分析中南海局勢 有新科技 新的軍事問題 也會第一時間跟大家講解 所以我們節目 其實也可以說得上非常豐富 希望大家真的努力支持 你支持我們多一點 我們又做得好一點 英女王伊麗沙伯二世國葬19日舉行 大量的跟英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都被邀請 除了一部分 一部分就是包括 哪些國家是不會來呢 直接不會邀請他 不會邀請他 包括 敘利亞 委內瑞拉 阿富汗 俄羅斯 還有白俄羅斯 還有緬甸 而一些國家 例如北韓 伊朗 大市級官員獲邀請 元首 就是 不會被邀請 所以你看看 其實英國官方對於某一些國家 尤其是這些 不單止是人權惡棍 說人權惡棍 實在是太過寬鬆 這些國家 剛才所數的 絕大多數 幾乎你可以用邪惡俗心來形容 問題來了 中國大陸 怎麼會不是邪惡俗心的一員呢 中國大陸 就是叫做二號惡霸 這個世界頭號惡霸 就是叫做俄羅斯 所以既然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 在烏克蘭 犯下這個種族滅絕 戰爭罪行 為什麼 中國大陸在新疆 進行種族滅絕 居然會邀請中方呢 所以 細心想想 理論上 中國大陸 現在應該位列 跟白俄羅斯 跟俄羅斯 阿富汗 敘利亞 應該是同一個級別 雖然這個話就是英女王的國葬儀式 但是 既然英國對於部分的國家 都是 沒有邀請的時候 所以問題出現了 如果你連這些國家 通通都邀請 你說這件事 跟政治無關 跟民主自由無關 所以 連阿富汗 俄羅斯 緬甸你全部都邀請的話 你還勉強說得通 但是當你 明顯把一些有問題的國家 剔除在外 之後 然後你不把中國大陸剔除 問題就真的出現了 你會令人 外奸覺得 原來中國大陸 種族滅絕 種族滅絕也沒有問題 原來種族滅絕 可以繼續出席英國的英女王國葬 這個信息本身 充滿矛盾 充滿問題 所以 英國的議員 尤其是強硬派 這個就是 Ian Duncan Smith 寫信給英國政府 敦促英國政府 不應該邀請中國大陸的官員出席 因為 尤其是 英國還有 好幾個國會議員 中國大陸 正在制裁 中國大陸 說他們散佈關於新疆人權的虛假訊息 就是動用國家的力量 對他們進行制裁 而英國國會下議院 也在去年4月 也通過了決議案 說中國大陸 在新疆 對維吾爾 少數族裔進行種族滅絕 既然這件事 在英國國會也已經通過 雖然我們剛才所說 所謂的決議案似乎 暫時不是有約束力 但是在其他程序上 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考 甚至乎已經當成了一個 就是已知的事實 所以那些決議案並不是無用的 英國政府尤其是新當選的 首相 他上任當首相之前就是做 外交大臣 當時外交大臣 就是認為 就是認為 就是需要追究北京的責任 尤其是在新疆 進行種族滅絕 所以從多方面你也可以看到 英國 在對中國大陸的問題上 出現了很多矛盾 其中一個比較根本的原因 當然就是因為英國 跟中國大陸 有很多的生意來往 而 英國有大量的資本 都是跟中國大陸有關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使得英國的政治局勢 不能夠一刀切 跟中國大陸徹底撤斷 另一個問題就是所謂中英聯合聲明 假如 就是跟中國大陸徹底 斷絕關係的話 到底要怎樣令到中方 遵守這個 就是中英聯合聲明 也會出現了一點 問題在上面 不過 如果你問我們的意見 我們當然就認為 既然你已經列了中國大陸是邪惡軸心的一部分 當然你不應該去考慮相關的問題 你應該 當他跟俄羅斯政權一模一樣 你不會因為 跟俄羅斯有生意 又或者你跟俄羅斯有國際的條約 然後就因為 國際條約 不追究 俄羅斯 犯下罪行的責任 如果按照 相同的邏輯 實際上你對著 俄羅斯 白俄羅斯 阿富汗 敘利亞 委內瑞拉 全部都是一樣的 所以 這次國會議員提出有問題 其實是很正常的 到底英國政府怎麼處理這件事 英國政府 是一個民選政府 雖然現在 英女王就是國壯的時間 但是我真心覺得 市民 是有責任要告訴英國政府有甚麼事情應該做 有甚麼事情不應該做 更加令人尷尬的就是既然對方是一個 犯下戰爭罪行和種族滅絕的一個政權 如果你 跟他出席 就是同一個場合 去悼念英女王的話 其實可以說得上是相當尷尬的 你是跟獨裁者 跟屠夫站在一起 這個畫面 絕對 對於往後的歷史來說是很噁心的畫面 這個情況你想像的就是你跟納粹德國站在一起 你站在 這個 史太林旁 站在 毛澤東旁 站在希特拉旁 麥索里尼 一齊打卡 一起拍照 你想一下 如果你今天看回當日的照片 這件事是不是醜惡到沒有人有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原因 你根本不應該請他過來 這個政權 應該是被擊倒才對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默默 好 對 好 你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